好了,再再录制一下吧。 好,我开始录制,然后从运营小组开始,先更新一下本周的进度吧。 这个前面,Publo来吧,有没有前面部分。 行,我来说,就是对一个正常的小鱼共读会上周六。 然后,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年会时候说愿景是要改一下, 然后我这边是记得要改什么, 然后当时是说,这个比较严肃可能要文字讨论, 所以晚一点可能会发一个提案,把愿景的中英文修正一下。 我还在想怎么修正,就一个是现在中英文是不匹配的, 然后,我们这个用法不对,这个到,我看CK已经改了一些。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说要把发掘需求这个可能要加到愿景里面。 反正我开了个提案的坑,但还没有开始写。 我怕这件事情就给忘了,所以先写上去。 嗯,老胡还跟我提了三点关于股权修改的建议,不过他今天不在。 嗯,对我想想,我可以先贴上去,就是。 嗯,这个放哪里好呢?这也不是提案。 我就觉得佛老胡他们的同事上就很有那种老派的那种感觉。 一个男的在那微笑,一个男的在那听话,微笑。 来,什么情况? 哎,是不是有,有,有,我,我静一下音。 好像是有观众在发言,OK。 我们可能有几个事情是需要有人提案的。 一个是愿景,还有就是股权上次说可能对金额比较小的要改成,要换一种激励方式,就改成记账而不是股权本身。 然后,嗯,老胡也提了几个,嗯。 我这么写吧,带补充,就是我就贴出来主要是说,大家谁就这方面有想法要提案的,嗯,可以去写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忘了,嗯,我把它插一下。 嗯,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是在那个股权恩,提提提方案里面。 嗯,没有,有,就三条是老胡额外,后来跟我聊的。 然后,还有一个收回1%股权池,是当时最后一天口头上大家这么说了一下。 嗯,当时的结论就是,嗯,谁,就是大家自己补充提案,哎,如果谁不补充这个事情就就不存在,嗯。 但建议大家,大家补充提案,所以有有有四点,当然这是老胡提的,啊,就是大家觉得合理的就可以,呃,参与治理吗,提案。 如果我觉得不合理,也不用管,我是先放在这里,嗯,就,就,就我们用提案的形式来,来,来,来落实这些内容。 嗯,好,我的,我的过完了,那个,后面的。 好的,好的,那我,我是感觉像这个成员,半年或一年不再将权,这个都还是,呃,就是这个,呃,股份的那个,那个,呃, NFT基地发来点,但其实现在我觉得有点负担,就是,需要领域里,大家讨论一下,就好多事情,但是有重叠的。 嗯,比如说,帮提机制,啊,这个NFT的那个股权基地机制,啊,这个还涉及到治理,是吧。 那,还有SBT系统,啊,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嗯,算是个依据嘛,是吧,啊,这个,总,反正总之看起来是有点复杂。 那我们以后慢慢的一个一个分解,把分解出来,我们再,哎,看,再商量吧,怎么弄。 然后,那我来说一下接下来的那个运营的一些工作。 第一个是,呃,要出一个普朗克2022年度发展报告,那这个事情,呃,我们怎么操作呢? 是,是,是搞个提案,还是怎么样? 而且我感觉这个是需要有,呃,特别早期的人参与,啊,至少是2022年,要全年,要在,在普朗克社区的人,的小红本。 嗯,但是这个好像也可以说,不一定要说,呃,非得也要有这么一个人参与到,其中的,那个,那个,那个报告的写作,呃,可能可以作为,呃,就,就成员的,作为这个,写作,这个写作报告肯定是,也需要一个想对吧。 那,那,他可以其中一,一员,其他的,凡大家商量的,怎么把它写出来,我,我这么觉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公共成的事,就是,呃,还是得,得,得,需要大家自己来报名参与,我觉得这个事。 呃,那我先总,这几个事情,先,先讲一下吧,总体。 然后,看看大家,想一想,就是,哪些事情,想要参与你,那几个事情。 嗯,另外一个是社区之理,就是股权的NFT基地方案,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年会的时候,聊的和NOS结合的那个东西嘛。 啊,这个反正,呃,我觉得,我也跟,我也,我也看了更多NOS的东西,就跟其他的,比较懂的朋友,稍微聊了一下,觉得可能,呃,借用, NOS的这个机制,我们拿一部分,呃, Token,出来,作为NFT的一种,激励, 而同时去完成任务,这样一套复杂的体系,好像是可以的,就根据NOS去进行改,是可以的,但是,呃,直接拿,拿来用,肯定是不行啊。 嗯,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呃,先成立一个小组,那么,再要,内部我们得要有几,有几个人参与吧。 那另外是还要,还要去,比如邀请,比如说,看看像屏风啊,还有,还有谁来的,也比较,对这个NOS比较熟,嗯,我们可以去设,去邀请他们一起来设计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这个设计本身是要用,用NFT股权来激励,比较合理。 因为应该是要比较强,比较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来,呃,来参与吧。 就不是,呃,一个,一个,一个Bounty,一个,一个USDT的Bounty能,能,能叫得动的我感觉。 就有这个感觉,就是,呃,我们的NFT其地方。 另外是,社区成员的一对一访谈,这个,这几个事情都是老胡,是老胡提的啊,就是。 呃,我,就前面两个,很有比较。 然后社区成员的一对一访谈,呃,有必要,但是我觉得不紧迫,就有这个感觉。 呃,这个也是看大家的情况吧,这个也是一个公共的事情。 呃,目前来说,对于如果有人可以来立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很,很是顺其自然就往前推的事。 这是一个,如果说没有的话,我,我看啊,就根据最近的这么多事儿,有可能这个,这个事儿一时办法还还会上去, 可能要稍微再等一等,有这个感觉。 但是,如果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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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伙伴来立的,那这个就可以马上推进。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股权分配报告。 这个,说的有点那个啥话,那奇怪,分配报告。 就是说,我是感觉我们,呃,在年会的第三天和第五天, 我们非常充分的讨论了如何分配,呃,普朗克的这一年的股权这个事情嘛。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蛮有价值的。 一方面是对以后我们的追溯的一个,一个依据啊,我们有一个第一判例了嘛。 那另外就是,当然我们,同时也是我们改进的依据,是吧? 我们,我们看哪些是,哪些地方可能还不太好。 那我们,有了这次经验之后,就把它改进,改进出来。 改进出一个好,更好的版本。 嗯,另外还有一层意义,有可能是在中文的那个web3世界里面,可能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去讨论利益分配的事情。 呃,这个我觉得充分讨论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一种吧。 那所以在这个层面,它也有蛮多的那个,有点那个参考价值的,就可以给其他的,呃,其他的道。 如果说他们跟我们性质有点像的,就分配方式会有点接近的,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他们是可以有所参考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意义的。嗯,对,这是一个。 欢迎大家补充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官网,呃,就这么考虑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有融资嘛。 那融资的话,当然有可能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notion页面,也没有问题,不太影响我们的真正的融资。 嗯,但是,呃,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官网能给,给到融资更多的帮助,那肯定是一个好事嘛,是吧。 如果我们这个官网,那官网怎么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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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方面就显然是会可以做得更美观一些啊。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呃,就是,会更加清晰,我们这个普朗克到底做了什么,呃,在这个新的新版的这个官网。 这个官网其实不一定要是独立网站。 但是,我的看法里面是,呃,接着用notion也可以,单独做一个plant.org。 反正这个,这个域名也是有的嘛,是吧。 就把那个域名用起来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要,它要,呃,更加的,呃,那个符合一个,一个一轮的组织的状态吧。 最好是更符合一些,就从视觉上面也好,从那个,呃,已有的成绩做出的事情也好。 还有计划这方面,各方面的说吧。 嗯,这个是最,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去匹配我们的融资。 这个是官网要改,改动。 呃,所以这个是, 呃,这个我昨天,呃,林可来了吗?我昨天跟林可也聊了一下。 他可能,他蛮有兴趣参与这个事啊,因为对,我,他没来是不是? 啊,来了,林可,那,呃,对,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说,就把你帮忙这个事情。 嗯,林可是有,昨天我们聊的是有,有,有意想,意想参与。 那是不是立的这个小组呢,还是怎么样,到了再说。 嗯,这个是,还有一个。 对,对,刚才,我,我,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时候好像听起来有,就是我是有兴趣,我很有兴趣,不是没兴趣。 我听起来好像说的是,嗯,没兴趣,我是很有兴趣。 是吗?我是说是有兴趣,你有兴趣参与,没兴趣我就不说了吧。 好,对,很有兴趣,很有兴趣。 那是不是立的,反正我们到时候,我们在具体的这个小组,在讨论吧,我觉得都可以。 对,最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比较小的,是媒体小组的事情。 呃,就是关于两个项目,呃,两个项目。 一个是Wallet,另外一个是Egg Shell的, 呃,那个,那个,那个,特朗,特朗的社区,对于这两个项目的投资。 这个做一个媒体的通稿,这个是我们媒体小组的一个工作。 好的,那,梳理了一下啊。 就然后,呃,具体,这些,这些工作都需要大家积极参与。 呃,现在反正大家自己做磨吧,想,想参与哪个事? 反正这几个事,总的事都要快速的推进。 嗯,安排你的视频出来。 多谢多谢。 好,那我这边先这样,又是又是要补充的是什么呢? 好,关于小组的工作,看看你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大家。 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呃,我们到下一个建,呃,那个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谁来,呃,介绍一下吗?我看。 啊,就我简单说一下。 啊,一个是简单echo一下,那个,那个Pablo说的那个股权的,那个股权的提案。 啊,目前是不是,呃,没有谁去领这个task。 Pablo? 我们并没有一发task的形式,你要说现在从提案上看的话,还没有人提。 我只是把它列出来一下,怕大家忘了就是。 行,我来领吧,这个,嗯,你可以注明一下。 啊,对,我觉得这,呃,对,可以注明,你,你要领哪个,因为其实有,有几个事情。 啊,不,就是股权的那个。 股权有,可能好几个要补充,你是要,你是要补充股权里面哪一个? 嗯,不,就是整体的细则。 啊,就是那个nance结合的那个NFGG,是吗? 这就是整体的股权基地的细则。 反正,反正这样,要跟你,你击败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过吧,也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可以提,是吧? 就很多人可以提。 这反,反正现在还没有人提,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做,对。 嗯,好,好,对,就仅此而已。 然后,目前的话,我先这个,先那个什么吗?先出头,然后说一声,就仅此而已。 好,好,好。 然后大概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一个月以内,就以我的大概的,呃,情况。 我大概可能一个月就会思考成熟,大概就会,这个提案,当然也欢迎在那个,呃,一个月内,对,也欢迎其他人。 然后去发起这个,这个提案。 嗯,对。 嗯。 这是一个,然后,我看啊。 然后就是愿景。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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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愿景你也可以提一个,你也可以提。 嗯。 嗯。 不是,呃,愿景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呃,主要的问题是啥吧? 是,不是简单的英文和中文对应的问题。 是,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吗? 你,你,你,你觉得要改,你,不是,你有什么,现在就要讨论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等你形成文字提案。 就是,以太坊的愿景,目前是一个很清晰的表述。 这个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愿景表述里。 呃,我的意思,如果这个事情要讨论的话,你应该写个提案。 我们不应该周会现在岔开来讨论这个。 那没有岔开讨论,就是你提了愿景这个事情,对吧? 啊,啊,你说。 对不对,嗯,对,我contribute的一些个建议,对吧? 行,行,你说。对不对,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就是,只是想点出来,然后以太坊的愿景是很明晰的一个表述。 这个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愿景里,然后到此为止了。 哎,你觉得以太坊,以太坊愿景的表述在哪里啊? 你可以贴一下到周会晓吗? 就你觉得以太坊愿景。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看,看祖师人或者是组理人的看法。 如果说需要我贴,我再贴嘛,对不对? 我总得有个,我总得有个油桶嘛。 嗯,好呀,我,我已经记录下来就是, 又要和关于社区的股权分配,还有愿景, 后续都会发起相关的提案,对吧? 然后你,你觉得以太坊愿景前的愿景已经是非常清晰的,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嗯,有,断了吗?你断掉线了吗? 哦,有点,对,网络有点断断续续。 哦,现在可以的。 好,你,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以太坊当前的, 你觉得非常清晰的愿景。 就是,你看啊,在这。 咱们,比如有个plunk work群吗? 嗯,你觉得是当中哪一句话呢? 嗯,你要是非说的话。 那这。 那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吗? 愿景,愿景vision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句话吧? 这个是以太坊可以做什么,和他愿景不是一回事吧? 不不不,他是按含在他做什么的。 哎,这样吧,这样吧,就按那个小,就按小K的说法吧,就是我写一个题啊,我总结一半,然后大家看,可不可以? 咱们就比较点啰嗦。 可以,对不对? 可以,可以。 就是,就是他的困难点就在于这儿,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按你那个说的,就是一句话呢,非常清晰的表述。 他确实是没有。 就是你从他官网,包括你从那个,之前是有的,之前是有的,但他现在是倾向于模糊化处理。 所以他确实是有一个一个困难,就是如果说需要的话,那我可以去把它弄一弄。 然后做一个明确的提案,然后提出来。 好,愿景这事就到此为止。 好,就我这表表达完了。 好,可以下一项了,这个community。 下一项就是community fund的具体的工作。 啊,就是我把它放到研究箱锁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周会要启动。 然后那个就是community fund的周会要启动。 就作为那个办研究办运营的一种活动嘛。 然后系列活动。 然后,对。 办研究办办运营的系列活动。 呃,主体的形式。 哎,优秀。 啊,主体的形式就是,那个,在每周六的,呃,晚上十点。 就是我跟大概益祥定的。 然后这个主要关注是我,还有益祥,还有,还有那个,还有谁,还有那个大松。 就是目前是想大概询问一下大松的意见。 因为咱们这个研究小组这个section最多也就十分钟啊。 可能需要快速过一下。 呃,大松应该是不是不在啊? 他今天飞机。 现在可能不在,不在线。 这个你可以后续跟他去确认一下吧。 就是你和那个海绵还有大松,对吧。 就确认一下这个每周六的十点,十十分钟。 是吗? 呃,每周六的十点,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嗯。 然后这周六的话,会做那个, 因为XHash有可能会交换股权加入嘛。 所以,先做一下LidlDAO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还有分享。 这个由我来做。 对,那个谁在吗? 那个,Eason在吗? Eason在吗? Eason在吗? 他也不在,他在开,他在,他在上课,他说过。 嗯。 行,那就下一期。 然后,按一下Eason。 下一期他去做那个,就是Poligon。 。 就还有另一个,就是属于咱们那个Community Fund。 然后可能要,呃, 再需要吸收一个新的GP。 然后,有谁感兴趣吗? 呃,我们大概想的人选是那个Jerry。 大概就是这些。 嗯,同步一下。 或者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感兴趣了? 。 嗯,现在其他的,如果没有感兴趣,或者有感兴趣的可以下面去联系York。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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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对这个Community Fund有,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就是,就是,我记得大会定的是非,就是,就是这个是作为一个项目来执行的是吧? 嗯,因为这个没有作为项目直接提出。 但是,之前是有提案的。 对。 所以现在去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哎,为什么删了?啊。 那就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运营的系列活动去做。 因为他基本上研究的都是以太坊生态的项目。 嗯,明白。 啊,比如说这一期的是 LittleDub。 嗯,明白。 谢谢。 对,就只做一个运营的系列活动。 不是,不是说Community Fund的本身, Community Fund本身的话可能不作为主体内容, 去在社会上说。 好的,好,来说的。 嗯,好的。 好,那下面这个,呃,Build小组。 Build小组交歌。 那个,看其他同学没写啊。 对,嗯,我就说一下我家的这些了。 第一个实际上我们年会上已经,呃,讨论过了。 但我感觉大家可能对这个,呃,解散Build小组这个还可能没有发表充分吧。 我觉得可以简单直接的去,呃,在这沟通一下。 毕竟是一个公共的事情吧,是吧。 那我作为当下的负责人,是吧,我提议解散。 那可能有人说不能解散,继续搞,有可能啊,是吧。 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对。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呃,思考吧。 那第一点呢,就是,呃,我对于,呃,就是怎么说呢? 相互之间的承诺和认可,呃,是很看重的。 那至少我感知到的,就是,呃,会有人说你是在搞帮派,这个我不喜欢,是吧。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但它只是个辅助的因素。 其实促使我提这个观点的核心原因是,呃,怎么说呢? 就是去传这个浩浩这个项目的时候的感受。 就是你的心会很累,我自己很扑视自己,就是想,呃,尽快的让社区有一个能够闭环的项目,是吧。 嗯,但最后的结果呢,现在看这个结果还,还算可以。 但这不是我的功劳,对。 反而我成为了一个,呃,障碍,可以这样说,对。 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啊,或者说现在的社区选择,应该是像,像这种,呃,公共层,是大家达成共识。 项目小组呢,不以这种,有一个偷偷的项目指挥部也好, 比如说小组也好,他们去弄,反而是以,呃,多样性也好,以这种,呃,可能自由组合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对,这也是和咱们讨论的年会的这种,呃,大思路是一致的嘛,是吧。 他不是说,有一个项目司令部什么,虽然我个人可能在,在这个项目整个全生命周期,包括创业上是有一些经验。 但这不代表,我觉得社区用这种方式能够run好,对。 啊,基于这两点呢,我,我是提出来,呃,解散之后呢,当然不是说不做项目。 对,因为咱们也讨论过了。 而是用这种公共层大家都去支持。 那,那小组呢,可能是,就自由组合嘛,是吧。 比如说,community fund可能做着做着成公共物品,对吧。 因为是,可能很多人都需要。 那比如说bundler是在海绵的核心的推动下,确实也长出来了。 对。 这一点,那我觉得后边可能用这种方式。 就换句话说,当我们有新的认知和新的方式的时候呢, 用新的组织形式来承载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这是我提议解散的原因。 组织人可以,可以,稍微结构化,询问一下。 也学一下药科的这个,对。 OK,我说完了。 嗯,好呀,好呀。 看看其他的社区成员有没有,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建议或者意见。 就是,焦哥的建议是解散这个build的小组。 然后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认知, 其实可能会需要新的形式来承载。 嗯,看看。 有,Rory好像在线,看看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然后包括圣洁。 嗯,啊,就是,其实我不是认同乔哥说的什么,搞帮派之类的。 就是,就是,这个就是北来是组织,组织人产出的一种形式。 就是,但是,但是对于提议解散。 我没说自己搞帮派。 我是觉得别人呢,对我这种,嗯,怎么做的事情的反馈,我不认可了。 我觉得不舒适吗?这个上次也说过。 啊,嗯,对,对,具体,焦哥提的解散build的小组。 我其实,我说实话没有,没有思考过。 现在,现在说,估计都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先闭卖,我想一想。 焦哥是上次说,是不是上次说OK的事情啊? 说那个,那个,是谁说那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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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你们就必须小组自己搞OK啊? 是吗?是这个,明确一下,是海哥说的。 啊,是,是这个事情吗?焦哥。 嗯,应该不止一次吧,我就不去翻这个旧账了,没意。 因为它是我纯个人的感受了,是吧? 它不一定是对的,对。 嗯,换句话说,我们自由组合带来的是什么的? 没人组合你,那可能,可能至少当下社区的成员认为,你对社区贡献,可能就,就小。 我觉得自由组合反正是一个方式,对。 嗯,但不一定是正确的。 嗯,就是之前我也,我没参与过这个,比如小组吗? 但是我认为它肯定是做出了很多尝试和一些结构化的,呃,去组织事情,呃,如何去生产。 就即便是解散,我觉得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怎么把它给抽象出来,对吧? 就不只是说我们公共层,公共事务,什么项目之间,就是这么说,然后他们组合就行了,肯定不是的,对吧? 它之间会有一些,这种,呃,这种能力的传递,就是它需要怎么被抽象出来,我觉得这个倒是值得讨论的。 这个我同意的,呃,而且我现在在列自己2023的OK二码,四件事情。 小维,道斯大,一岁人们Talk,当然这个一岁人们Talk和小维之间关系需要讨论一下,还有个GCC的支持。 GCC支持里面就包括了三件,呃,事情和结果。 第一个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判断,第二个就是团队的onboarding。 第三个就是项目,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整个全生命周期,我们现在其实未来的倾向可能不是说靠普朗克这几个人去发起项目,我觉得呃,能力是有限的。 当然普朗克的新成员会不断的进来,他进来的方式不是以这种,呃,怎么说呢,onboarding什么,而是以GCC的这种。 啊,就他有项目也好,没项目也好,我们都想要boarding他,有项目的是占大多数。 这里面可能有林可说的这种,比如说,项目要是生命周期啊,呃,包括成功率啊,包括我们跟项目相关的一些判断和规则会在这里面体现。 对,当然不会消失,而且我们必须要做成功一些项目,才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叙事也好,是吧,呃,估值也好,符合我们的预期嘛,对吧。 我同意了,对。 呃,那这个还需要在就是比如说后续去发起一些主题的讨论吗? 还是说,呃,咱们现在还有其他人有相关的意见,也可以讲一讲。 我想问一下娇哥,之前我们不知年,我想说的这个项目组公共层吧,对吧。 对,他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原本来去去去做这个身,其实我原来角色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项目我去check我去判断,当我去组织,我内心是这样想的啊。 所以让他生出来就复发器一样,让他生出来很多项目。 但实际上我刚才也说了,就觉得这种强的中心化的可能不是,不是特别适合社区的。 对。 嗯。 嗯,你继续拍我了。 啊。 呃。 哎,哎,哎,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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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我再发表一下,刚才,啊,啊,结束了。 就就是,就是我,我其实,我,我其实想的像,好像不建议解散bill的小组,但是就像焦哥说的bill的小组可以用 新的形式存在,呃,举个,就是拿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吧。 比如说那个,呃,海绵在专注的搞一个事情,呃,呃,我和焦哥其实很多的时间也在投入另一个事情, 就就是呃,原来bill的小组的运行模式,从我们内部自发的产生一个项目在, 在连接外部的这个,呃,一些,一些builder来做这个事情,好像呃,至少短期阶段, 嗯,好像有可能会遇到困难,就就是比如说这段阶段,可我们可能bill的小组做的更多的是一些行业, 或者是一些方面的一些东西的研究,然后通过这些东西来吸引外部的监视者加入, 就是我们给他呃,敲边鼓,怎么把事情一起做好,我,我,我是这么理解的,比较浅心啊。 嗯,对,这个可以啊,但但比如说新起一个项目,他不需要你,是吧,你就不要进去了吧,是吧,这个就是项目说了算,而不是我们,嗯,有一个,对对对,嗯,是,就是就是我最关键的,就是关键点,就是我其实建议bill的小组改变他的呃,原有的那个整个的模式, 但是还建议有这个小组,比如说有定期的一些呃,呃,或者是包括之前定的OKR,能让大家在同一的频道,类似的频率上,我们往前走,就是,相当于在大的社区共识下,总归要有一些,比如说某些方向细小的共识吧,相对聚焦的,嗯,嗯,这个同意,对,对,我是同意的,对,啊,我,我说完了,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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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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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的小组他是不是还有呃就是这种项目组之间 有一些需要沟通 然后就是是不是需要一种呃就是不那么中心化的 比如说以bill的小组的这种形式而是项目和项目之间 的这种呃就是一些新的形式 大家可能一些经历在在项目本身的时候 再怎么去参与这个bill的小组的一些讨论或者建设 我觉得交科技主要还是从整个社区的生产力 效率这个角度来说吧 是吧就是觉得新的有一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啊 那我们那这个呃别的小组可能就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存在可能没有太大的价值啊是吧 就结构上面有点不吻合也不是价值的问题啊 价值还是有的就结构上面有点不吻合 那么新的结构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才是最合理的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其实也不知道 嗯所以我是 但但我们要回去研究嘛是吧 我们现在至少知道有一种就workstream的方式 呃这是一种可能是而且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蛮合理的 就比如说海边把帮多的事情给弄起来了 那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一个workstream这样的方式去推进了嘛 那我们也大概觉得workstream方式可能会更合理 对目前那个普朗克来说 呃我估计交科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把这个小组解散了 对对我也是这样的理解算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吧 对我也是在这个层面就是支持我觉得是可以解散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把就反正研究嘛研究出新的更好的方式吧 WS 肯定是其中一种方案 是的 嗯一个组织他他一定后有人去费心去做协调和管理 那当这个组织本身如果他依托的这个就当时是想就是一个复化器的不断的一个迭代吧 但实际啊就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认知没有 就是我们已经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公共层的就ECC GCC 对他我发现确实是让普朗克整个的叙事和符合以太坊愿景的方式上是比我们自己复化要更重要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对所以我四个事情里面 GCC我是要参与的而且用输出我三个重要的能力来帮助GCC 对但如果说我们一直组织的这个组织存在这个小组形式存在那就要去书化 那可能反而是束缚了一些人的时间和能力 不能够投入到我们一起达成共识的这种公共层 比如说GCCGCC现在只有以韩我认为他力量是薄弱的 他需要一些其他人的支持 那当然这相互之间也是个自由选择的过程 以韩说你想来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先不需要你那我就不去嘛 是吧就这个意思 那那那那主持人来吧 好那那可能呃可能比如说社区成员更更加呃因为还有好几位核心成员不在吗 这个看要不要也是在发起一个主题的讨论 嗯看尊重一下大家的建议 呃可以的我能施行发言吗 是呃说说呀用 哦哦 那个呃首先那个因为本身那个public talk是属于GCC的一种运营方法 但是目前就是呃就我之前跟那个一涵聊的一个结果是GCC这边是属于他本身是打算是grant16做完就可能就交出去 但目前他好像还是想足利但是目前其实GCC呃因为grant protocol目前是处于一个他们内部测试的状态 所以说他认为大概是4月份可能才能够启动 所以说呃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呃焦哥对那个感兴趣的话可能前期能做的就是这个这个 他还跟talk是能做的就是啊没有这个按那个助理人的建议吧就没有包含关系吧就是这个是尊重他助理人的建议吧就是并列关系吧 嗯一含的建议吧是他觉得要并列那就并列吧就是对不起对吧因为我我也没办法就是呃 他实际上是包含关系就是这个东西是为了做GCC的或者是是为了让GCC发挥作用的 因为GCC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向其实就是想按摩定项目还有超市人吗 但实际上后续呃后续有些断档吧这个其实在年会上也不用再啰嗦了就是这是一个事然后第二个事就是我觉得呃我也听了大家 然后大概这这个表达吧就是关于bill的小组呃那我提议的话还是那个田博士之前的那个提议就先搁置啊没准我后面要就是我觉得bill的小组可以更多的关注 那个第一个是关呃第一个搁置搁置可以搁置 对先搁置啊就是呃就尊重那个发起人的看法就是叫哥的看法但是就是 就是咱们先搁置然后第二的话我是觉得呃这个小组可以关注这个所谓项目工层的建设 要后续更多的观众关注这个项目工层的建设因为他之前做的实质上就是这个事情呃做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呃就是呃所以这个形式其实建议可以保留呃就说完了 你看gccc主理人有点晕了后面上次咱们开会 项目工工层的建设 对呃对就bill的小组有两个事啊一个bill的小组是形式保留然后后面更关注更加关注然后项目工层的建设不是公共层的建设是项目工层的建设 啊就可以更关注项目工层的建设 那之前本身做的就是项目工层的建设只不过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提法嘛老虎有个提法然后我们就沿用他的提法是这个嗯然后gcc的话他这个咱不是讨论咱俩不是讨论过吗就是在在年会上对项目工层我是想放到 gcc为什么因为gcc可能面对的项目会嗯更多一些而且我猜测可能这种方式反而是我们未来项目的呃如果从数量上来看可能是挺主要的方式对啊我就这个我收到了就是教科是这样就是呃可能我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表述一下就是以我之前对 因为我跟毕竟跟呃一涵之前有达班做过一段时间了嗯嗯嗯我不清楚他现在的理解就是包括年会的时候我跟他也有沟通就是那他那他可能gcc在他的理解里面还是更专注于然后捐赠跟捐赠让我更看出相对 说清楚哈哈哈就是就是你可能想放他未见都愿意让你放就是对对说的直白点哈哈哈对然后对这个东西他是主理人这个事就很难办 然后他实现我刚刚有表态了吧人家不需要我就去了嗯嗯对就是呃而那个你想做的那个事情然后public talk也会做我的意思是说看怎么弄 可以可以啊这个没问题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不涉及实质实质上就是呃就是大家都有共识你说那个事情肯定是要做的 对嗯嗯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嗯啊我我我我这边表述完了啊我也没什么想说的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gcc的呃对项目的负责就是在像比如说他在gcc上面onboarding的项目 到普朗克然后在普朗克继续做下去的这个时间也是gcc来进行负责吗 嗯嗯去去负责整体的规划吗 应该那我认为目前 有关于你这个问题以我目前对一涵的了解是是是是绝对是不一定的哈哈哈 就是符合一下像哥的说法这个价格绝对啊是的 哥哥这里可能我会有关注 我可能会有关注grant 嗯我我理解就是这个呃比如说这些涉及到的一些项目然后我们可以通过public good talk 然后去呃大家也就是社区的成员都可以去通过这样一种对谈的方式去了解项目以及项目的主理人 然后如果大家对他们的项目感兴趣的话你你也可以后续发起这种什么onboarding的流程 对对对对嗯对本身的设计讨论偏了啊 嗯对本身的设计讨论偏了啊 GCC可能那个刚刚一涵也不在吧 我觉得对对对对 讨论你对一涵不在一涵不在 就是现在这个事就是不要预想就是他时间上他时间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参与 对嗯 对他们刚刚说我应该说完了 设计的项目应该还是挺重的一块这个这个目前GCC主理人不在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先搁置一下吧 那我们就后续再讨论好了 我就说那个那个那个交往我一个担心是因为因为因为你跟Rory还有一个项目是说搭建武器库吗 呃这个事情如果没有B队小组的话搭建完谁去推行就是搭建是一回事情搭建完得赋能出去吧对吧 就如果没有B队小组的话对我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它的公共性体现不出来 呃呃是这样的就是呃 我也想了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呢就是 武器库他有几层目的吧就第一层目的可能就是来帮助普朗克的 呃黑客松也好自己的项目也好跑得更快 这是对内的那对外的来说呢 当你啊投入时间和资源精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对广泛的建设者是一个吸引 因为我花时间去呃评估积累呃包括甚至嗯做一些辅助的开发也好 去让大家的开发工作变得更好能吸引对吸引embody一些建设者 呃这是对外的对这两个作用我觉得对内的是小于对外的 当然从某个阶段来说可能对内的是大的但长期来看吸引建设者 帮助更多的建设者是这个它的核心价值对 然后如果我们尝试去呃oboding的话其实我只计cc这一类的动作的话 其实武器库是能够做一个例证和测证证明我们是懂的 我们是有这方面研究的是吧包括一些主要的技术站我们都有一个要为深入的了解 对那至于怎么推广的话嗯我是这样想就是呃大部分的公司里面稍微组织里面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嗯叫技术推介也好什么也好对至少我去参加一些呃等于跨部门的晨会跨部门的会议上 技术的就是比如说我做AI的我做广告系统的他都会去申请那一段时间告诉大家哎我们又在哪方面做一些研究和进展能够可能在哪些场景上帮助到大家 他会有一个这种跨部门或跨小组的呃定期的交流对也是一种展示和宣传吧就是等于是不仅仅我做完了而且我还想去帮助大家 在某些具体场景上对可能用这种方式对那武器库是不是也得有周期性的这个比如美洲对 有一点美洲可能不一定对但但一定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但这个工作怎么展开其实我跟罗人还只是粗粗碰过吗就做哪些内容碰过 但你说的这些可能需要的其实美洲也还好吧就是不一定是开发进展因为武器库的话我我只这个美洲可能就像圣洁说的呃代码review 就对因为美洲总会有就跟道斯大我们可能也会也会美洲开会吗可能并不是很严肃的对外分享会就是过一下首先如果太push的话啊我就建议不进入公务层 对因为你知道我有很多的事情 rory也会被拆成几块对当然呃如果大家觉得每周都要review一下你做什么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可能每周不一定真的有很大的进展我是这个意思啊嗯明白明白明白 那等出来一些阶段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有评估的东西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是吧就是说对这个有帮助 可能会好一点那跑了一个q之后咱们可以review每一个的这种公务层的基础的项目 是不是值得做是吧是不是达到了一些效果或者还需要时间我觉得都可以去探讨对只要放在台面上我觉得都可以聊对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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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还有就是关于呃焦哥你是不是提过几个治理的提案这一次需要讨论的有哪些啊今天我看呃 嗯其实我我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能写出10个提案 我已经写了三个哈哈哈 哎后来 那是开会全包回应嘛 嗯 就是这个关于账号 对对 这个大家可以快速 反正150美元我觉得不值得咱们耽误太多的时间但我我简单陈述一下然后大家投下票就行 因为再说多了感觉不值得对 那第一点呢就是后边会有很多并行的事情是有这个可能而且 呃就比如说有一些 因为我们有呃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参加别的也可以参加这个公共层的话 那实际上对于社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他可能会并行的开会 甚至不是一个会是两三个会 对 那比如说你参加到START 或者你参加了 我不知道GTC的你看他们别的他们都有可能开会 一个账号我觉得是不够的他会有并行啊 就这么简单 对啊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账号实际上如果有人会说你一个账号换人登陆就行 其实他异地切换的时候 因为我和大松最后最后我就不动了一个账号 是因为只要你一登陆他说ip异常 然后他就需要购买人的email去什么什么反正很麻烦 购买人的email是当时是谁来的是闪电 那我联系闪电的有很很难我就很郁闷算算我不用了 那有的时候我又要用对 还有一个就是呃一个账号我就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是单点依赖 对就是说这个这个大松就是在忙别的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区来说这个钱花一下还是值得好 我成熟完了大家投一下票就行 嗯 呃大家可以在就是交个这个提案里面投一下票 那不一定是我拿啊我还不一定喜欢拿的人对 看谁最合适谁拿我只是提再买对 嗯 然后投票还有一个建立讨论区的哎 他具体操作其实有很各种方式吧对吧他他可以见什么不多个主持人一个账号下多个主持人之类的方式反正都有 对但但只要你进行一个会另外一个会应该是不能进行因为他会提示你对 嗯 然后 这个简单说就是我们独立在一个discourse对嗯他啊核心的我会做一些约定 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呃关于gcc我们的定义其实就可以把大家开始怎么想的后来又怎么想是吧 也包括说我们这一次公共层是这样定义的我觉得这些是有价值和值得去沉淀下来 但如果分散在不同的notion里边和大家脑子里的不认为不利于社区的积累对 嗯然后继续怎么搭其实也不难就因为他本身是个开源的嗯 然后他里边的好处呢不仅仅说是但核心的好处是对社区来说呃提案就大从大家思考到提案之间有一个讨论和酝酿的过程而且有个产电的基础 嗯并且呢就是对于个体来说他会有一些统计推荐啊包括一些bange就是一些徽章的这个 嗯就你花的时间多你回复的多你提的多他会给你一些客观记录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工作呢起码到不及优先级呢我觉得啊中高但长期来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反而嗯不利于我们社区的后一步的发展啊OK这个我也说完了这个话可以讨论也可以投票对 嗯他只是一个工作量而且呃如果工作量完了之后如果所有人都不认可的话其实没人会上又是个死论坛所以这个需要答案共识对 哎叫个这个这个这个搭建的工作量怎么样就搭这个他他是个比较成熟的开源软件对搭建的工作量称次找个人干一周这已经很多很多了对 你你你不熟悉这个吧你还问我你也搞技术的哈哈哈不熟悉这个东西要搞一周我就不相信了我对我我所以我多说一周谁他妈用你这个东西想唱对吧所以所以我多说一点吧对哈哈哈你觉得简单的我觉得这个一个呃 嗯还是有一些但但这工作量你要肯定是有嘛嗯 把板块配置啊什么的啊对就就就就是运营可能反而就事情比较多搭建我我觉得软件都不会说的可能估计包括这些你说的运营了就是啊这个事情啊哎这个会推章叫什么呀是吧哈哈哈我觉得这道问题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notion上这个也没用起来所以我在想搭那个是不是会 就就你现在是有一个吗都都都没没怎么用 这个我感觉我们哪里有论坛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隔离胎真的嗯真的是没有隔离胎 有的在在在首页就有的哦我知道就是和大家没有这个认知 你看mangation 嗯eip他就强制要求所有的eip必须先去mangation见thread然后讨论完 嗯然后那我们可以提这个要求对我们可以提这个要求对对但对于讨论性的积累来说我认为一个独立论坛比比在notion要好啊好几倍不是一倍对 我们主要是人人还太少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没问题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说哪怕是就那么几个人但沉淀下来对后面也是一个价值我我的意思是因为人太少所以大家可能不会在论坛上去讨论太多 因为每周又有周会可能就讨论完了我的意思呃人多用这个可能倒是会活跃一些因为人这样吧我们举个反例吧就良心到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论坛再看一下他们核心的人数他们可能比我们多一些但核心的就四个人对 论坛发言有没有你有没有心愿 啊还还还还算可以对他们外外部的就是这种轻度参与的人其实比我们要多的因为他们像今天博如斯没来对我也觉得他们的论坛还是有点有点动静的是吧对对对他们的论坛我觉得很值得学习是的嗯是对 嗯这个只是我个人看到的甚至这个事情不做我觉得短期中期也还好 先能打开看看一下吗他们的论坛啊我找到嗯找一下看好像不是不错的标签 我搜一下他们手手也底部啊他们也在costa我发到那个聊天记录里 哎我记不住网址每次都他们发啊 然后我发到说谁谁有 反正他的域名下包容点什么什么的他记得是这个 如果开论坛的话其实我们好多事情都应该移到论坛上去了 对就不光是提案的讨论吧对吧可能是发起项目以及每个项目他他有沉淀啊 其实这是嗯他一个随便的下面可以有很多这周期性的这种更新啊 对这个板块嘛是吧 不会 嗯 但这个大家工作模式是一个还是比较大的改变的所以也需要一些公司去认可这个事情 我是比较认可的这个事情但可能要运营强推一下 就板块建设的规则要达成一致嘛 这TPIP对于哪一类的必须经过论坛讨论 比如说动钱的或者超过多少美元 不知道或者是成立新项目组的或者是公共事务又又增加了或减少了对吧 类似这种的对 就必须forum去讨论啊 现在有大量的事情相当于资料都是流程在notion吧 要看notion哪些东西可以解构化的整体移到forum上去 嗯 比如周慧这种信息 然后移过去了之后要不要维护两份 如果notion不维护了 周慧不要移了 周慧太综合了 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提的那个他特地讲错就是topic就是专题的 对 他他会很清晰嘛是吧 也可以 对对对 这个看这个都可以讨论 我只是个人觉得 专题会好一点 我觉得挺好的 就就看谁来接这个任务了 就运营上任务 就技术上应该问题不大 反正焦哥弄一下就好 就看运营上就看 对就看就看sic了 就看sic要不要 就看sic了 哈哈哈 sic 打坏了 要看我 啥啥啥 啥啥 看我啥 哈哈哈 呃 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下次可以再讨论一下吧 对 还是要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固实 这个推 对对 他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模式和流程了 对 那就是先投票 如果投票通过了 就运营系统 我的意思是 那那那那sic的表态也很也很清晰 就是说如果有共识 他就愿意去推是吧 嗯 对 有有有共识呢 就不用推了嘛 自然就是这些工作量呢 都不是问题啊 这个可以可以去 可以去 这个觉悟更高一层啊 嗯 嗯 工作量没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能推起来呢 那那肯定是 是大家已经有这个意愿吗 大家都来搞这个 或者是说有好好大一部分人有这个意愿 哎我们嗯 真的觉得这个 只有这个投票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一个讨论区 我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特别想要一个讨论区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好多头头 那个一方面啊 我其实我已经写了就是 一个是在体验定义上面 现在的定义非常广泛嘛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 有一些提案 其实它更像是讨论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就需要有一个讨论区呢 是吧 那然后把这个提案也是更加的明确一下来 就是它是提案是一定要经过投票才会起作用的 就比如说丢在这就行了 丢在这就行了的那些 你只是拿出来说一说和大家聊一聊的 那就应该在讨论区是吧 那这个就就舒服了嘛 就对对 然后你讨论的讨论的 发现了需要搞一个提案出来 那就那就特别合适 整理整理 贴过来就行了 对吧 那我觉得是有这个有这个机器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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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ok 这个没问题 还有一个提案吧 我记得 有的 有的是在我 那这个那这个我们就就就这个提案投票吗 还是说有更具体的我建议等他们几个不在的都也也下次周会可以再聊一下对急嘛到不急短期内对你们觉得要细化吗就是具体这个论坛的内容还是说就这个内容投票就是他同不同意单独再来一个论坛而且我们有一些呃至少有一些先不说哪一 一些吧必要的行动必须经过论坛酿酿讨论而且这里边的专题有一些是必须在论坛有沉淀和清晰的表态之后再形成故事比如公共层吧就这类似这样的规则要要明确之后那这个论坛就有价值的否则的话他只是搭了一个论坛可能没人去对 嗯 建立论坛建立 这个好几个是吧这个这个是哪个天啊 这个公共层对公共层的 对对对对这个我说的不是公共层具体的内容就比如说 呃DCC是不是那个小V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年会 记录咱们整理出来之后肯定会明确出来吧 我是想跳出来把这个机制去梳理一下以后 比如说我们是靠这个机制形成公共层那嗯 他的维护是吧他的变革是他自己本身的完善 我发现哎我们形成公共层好像缺和缺是一些东西 或者怎么样的对嗯 这个比较比较草稿一些 但主要的我思考的几个问题是抛出来的 是是需要大家打算共识 但实际上这不算是个提案这是个讨论的 你发现没有 对的对这个东西如果是在论坛里 他就会更加但但我的诉求很明显 就是那个公共层之前也有 但2.0的这个机制一定要形成出来对 那我需要明确出来那我不清晰的 或者我觉得带定去形成共识的那些问题 啪啪啪啪我都列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呢嗯我觉得持续的需要去推动的去去形成一个公式吧 嗯 这个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他 实际上他是先跑再讨论去讨论的是吧 对这个这个感觉是需要发起一些也是需要主题讨论 然后再去形成表明确的一个机制 对而且一定形成精确的文字 最后形成我们的提案执行起来 对然后作为后续哪些项目该纳入公共层的一个参考 嗯对 嗯这个也只能作为后边我们嗯持续推这个事情了 对现在讨论我觉得也也也也不可能让大家马上就给出什么清晰的输出吗 对感觉是论坛建立了以后再进行主题的讨论的一个事情 OK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道士大的吗 我有点对对 我写了几个提案我都忘了 嗯对 道士大也是提案吗 这里我看是 你看下边有没有 嗯 我实际上有一个提案的我看啊 你点有的有的有的工作组 今天写了四个几个 四个这是第四个 嗯 呃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 呃主要是跟Pablo还有Geek反正 基本上嗯嗯 算是有基础的默契和沟通了吧 然后我希望是其他的同学看到之后呢 嗯 去去给一些反馈comment也好什么也好 对 那内容呢 简单说就是当我们进入 呃这个生态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建设能力能够释放出来 对很多的想象力包括loops 呃包括Akira 包括SBT未来的一些东西 才能够真的 呃不是自己在玩 而是而是 站在巨人肩膀上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对 那具体怎么做 我觉得Pablo和Deek可以comment 会任何人都可以comment的一些 然后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执行吧 嗯 这个其实也是也是一个初稿啊 嗯我觉得时间都定到这周五呗 这就这周五下午四点产品周会原本产品周会 直接写上了 对我们现在产品周会 对现在产品周会定义的就是说讨论一些还没有成立项目组的 嗯嗯 就就预言 预言 就周五产品周会 嗯 是 Fake有什么什么要说的吗 关于这个道士大 道士大我们都说了很多了 那就是周五产品周会的时候到时候再详细讨论 然后其他的成员如果对这个呃也有 有有反馈意见也可以给交哥提也可以现在提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到误须讨论的部分 好像前面也有一些 嗯 是 嗯 这个这个我看这是新的呃 新的提案吗 啊 对这这这这是我写的但是好像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算是个提案 因为写的本意啊在在在下边就就是呃这个提议只是自律为主就是能我本意是点了支持 只是只是觉得下面的一些内容是是支持的内容 但是不强制要求其他人也这么做 所以可以理解我自己的一个承诺是吗 啊 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这种可以提成就是加入社区的code of contact 嗯 嗯 就是社区公约是吧 嗯 公务约定 嗯 对这这里边只是提了两个点吗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这个只真的这两个点 哎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发行一个呃社区公约的一个一个文档 我们现在有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对 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内容 但好像没有文档 因为我是我也是在上一次机会讨论上看到这个的 上一次机会讨论是谁提code of contact 上一次机会讨论是哪个 嗯 我都不记得可以可以搜一下如果在prp里的话或者是 呃不是不是那个小k你要不打开一下年会的拉到年会下面 年会或者第二 第二季度第二次机会也可以 第二次机会 都行这这两个都是啊 行对因为因为这一次其实没有哦不是第一次没有第一次没有 你就你就刚才那个吧刚才也行这个可以啊最后吧嗯 最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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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社区鼓励的行为 啊社区不鼓励的行为 啊想起来 这个不知道是谁写的哦原来不叫code of contact 是吧是我为了合并 你还加了一个名称啊这是应该我和海哥吧 哈哈 你看一下history 对 没事这个不对 就是这个内容 嗯可以可以可以把这个扩展成文档我觉得 然后嗯 社区鼓励的行为更多公共性表达 嗯 啊是这个意思是 这基本上嗯 挺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公式吧嗯 OK 对就是看可以对可以把这个扩展成一个文档 嗯嗯 哎我主持人我申请能够简单过一下刚才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我我记不清了就就是第一个 啊第一个啊就是就是五九这个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基本过一下呃你放大啊然后如果有什么呃一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里边做备注我们随时改嗯 谢谢老板自己举成反例了呃就就本来就是就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呃非公共性事务不可占据公共的空间和时间呃本意是提高我们公共生活的这个效率呃其实就来源于我觉得之前参加职会呃我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偏个人向的公共性没那么强 啊这些其实如果早先意识到这些问题其实应该就是呃及时停住啊然后呃关于这个具体执行我记得是帕布罗还是谁也也也也在群里说过就是以以成员自律为主就是如果意识到在参与低公共性的话题立马退出讨论并且需要明确表达当前讨论的公共性太低呃不再参与并且希望回到 正常的议题中如果这个讨论是由主持人主持的情况下那主持人有责任负责终止不必要的话题分支呃且引导大家回到正常的议题中去呃就就是这么这么着我我我理解提提这个就是因为可能我觉得没法制定一个行之有效且简单的标准来快速判断一个话题的公共性 比如说呃大家听了一个话题用这个准则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判断公共性我觉得好像有点模糊所以就是希望有一种相对模糊的这种自律为主嗯啊这这这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前屏幕里的写的呃杜绝冗于发言降低讨论本身的公共性 有一些讨论本身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 我里面掺杂了很多呃有一些冗余的讨论可能会让大家一个是疲惫或者是类似的就是本身这个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共性会降低因为花就是呃同样一个事情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当然当然就是呃有些事情可能是需要那个完全讨论清楚的所以我我这里写的是冗余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嗯其中有一个是我写了社区成员 就是当对方明确表示已经呃已经清楚你想表达的观点呃以及基础的论据之后呃就可以立即终止自己的发言呃第二个当对方强调呃哎我好像写错了当啊当对方强调的观点你已经清楚了之后要呃对方而且还在表述你需要明确的表达出来你已经清楚了并且要求对方终止发言呃 主持人呃主持人做这个东西的正义性就来自于呃会议日程安排如果有一个会议日程安排的话呢相当于大概有每人的发言时间呃明显超出发言时间且呃且呃且出现呃比如说冗余的一些发言或者是不必要的就是主持人是确实是有义务来终止的呃大概就是这么简单 是你这个写了我感觉嗯对嗯怕那你要说什么你写的也挺荣誉的是吧这样说没有你先说吧呃因为我为什么写荣誉呢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呃是需要充分讨论的但是如果呃如果如果是如果是过度讨论或者是就一个事情重复讨论其实我们是在适当的时候需要终止讨论的 嗯嗯是是刚才讨论DCC啊GCC说错了OK啊大概就是写啊那那盛杰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提案呃或者说你这个呃希望您就有共识吧就提议大家啊我我我我这个提案下边写了备注就是以自律为主嗯选择了支持之后呃也也不也不需要要求别人这么做 只是自己这么做其实就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视性的方案是呃经验成一两句话然后放入那个呃社区准则里面嗯然后呃详细的版本是针对主持人的嗯就是其实我们投票通过的是主持人的正义性 就主持人需要在每次开会前就就我这挺有感触的我刚才还在看小季写的那个怎么开一个会议呃我觉得这这这这其实我也没怎么准备但但我觉得对以后的主持人可以这个要求就是对先阅读一遍这个社区关于会议的组织的一些经验要求吧啊 就比如你说的这个就主持人应该开会前熟悉一遍然后他的投票支持是通过主持人根据这份内容打断某些发言或者这个 或者推进议程的一些合法性的来源啊所以就成员我觉得就总结成一两句话因为因为很难说 对他老是读这么冗长的内容然后去记住这个很难但但主持人可以提醒打断所以只要主持人 我来说两句因为我觉得从执行层面来讲这其实里面有三个主体吗一个是每一个社区成员自己可能要意识一下自己这个发起话题的公共性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所有作为听众的大家也需要有意识就是如果发现呃对方的这个话题可能不那么具有公共性的话你也可以来发出自己的意见 另外就是主持人可能也要去呃有必要可能去去控制一下每个人发发言时长然后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的内容对吧可以理解为这三方面 嗯对对去我我我觉得第二点其实是不太好执行的因为如果第二点执行的话很容易变成现场的争论和讨论了 所以这个责任可能还是要交给主持人或者主持人指定指定一个人去我们之前还说过 ai 吗对吧是帮忙提醒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谁都提出很容易 很容易变成争论对对对所以所以其实就是发言人以及主持人可能要更有意识一点然后成员的话他可能发起意 以便利益就容易造成争论或冲突嗯OK好那呃欸无序不分我们是不是还有新人介绍今天有有有新人吗好像直接跳到了 哇今天没有新人我我差差一句这个这个059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这个方式自己认同自己会践行呃建议投允许的票啊没别的谢谢 8票 哦好 那就是践行 对 可以 愿意践行的人来来来承诺 自己后续会践行 可以可以在这里面投票 报的压力啊 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OK 好 那就呃还有新的提案 这有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小K 我我我我 那个之前那有一个提案 可以来号召一下大家 那个 投下票吧 49号 49号 在这个列表里吗 还是 49号已经不在这个 可以你过了一个月了 要直接要进 嗯 就是那个翻译小组的 那个那个事情的 最近的那个提案 嗯 就是那个 Bounty的提案 我我发一下 嗯 你你找到了吗 别 就是这个 翻译小组 就是说翻译小组 我发在这个群里吧 可以发一下链接 嗯 嗯 OK 这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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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呃 已经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提案里面 坦当的内容 就是已经差不多 可以开始执行了 嗯 所以没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大家投个支持 谢谢 这个是详细的提案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嗯 那那关于这个提案 你有有 你可以说一两句 给自己拉票的推荐 好的好的 现在因为前面那个当提案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核心的内容都没有变 但是在当时候 嗯 就怎么组织是有点不太清楚的 嗯 因为这个以太坊 翻译小队里面会发起 那个 嗯 有种 目前主要会发起两个事情嘛 一个是那个 翻译的一个名词 呃 那个规范 另外一个是 是那个 维他利克的个人博客 那这个 这两个事情 现在也已经比较清楚 该怎么去推进了 所以 现在 在 而且跟那个 跟其他的一些 嗯 像ECN和 那个以太坊官网中文小组 也进行了一定的沟通 他们也有相应的支持吧 嗯 以太坊官网 小组会支持 会参与 就是那个 名词 对应的 翻译名词对应的这个事儿 就 这个规范 嗯 然后ECN也会参与 然后ECN还会参与 某种程度上的 参与那个 维他利克 呃 博客的 这份工作 所以也是 就是我们设想当中 也用这个事情来敲锁一下 到 呃 特别安德的一些合作 呃 也到处到的一些合作嘛 那现在也差不多可以起步了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 那个投票支持一下 我说完了 大家大家大家知道了解了 然后这个投票可以后续去进行 然后我把那个 连案的详细的链接 也又发到那个讨论区 那 如果呃那个有什么疑问 可以可以直接问我 或者是在上面comment 或者comment还是更好一些 可以大家都看到 大家的疑问 如果有疑问的话啊 ok 就说到这里 谢谢 好呀好呀 好 那还看一下还有其他的 我们回到这个周会 还还有其他的体验吗 有没有遗漏的 你新新人有一个看是吧 没有新人 Jack是谁啊 Jack是 成都的哥们儿啊 就是上次 还去挺过的 谢谢 就是要跟大家 Jack如果你愿意 是东哥吗 介绍一下 哦 我 我隐藏在一群里面打酱油的 对对对对 没事给给你二斤酱油 你可以简单 反正前几次都一直在听嘛 这样的 那也不安心了嘛 好的好的 我们目前 我们现在坐在成都嘛 然后做一些开发的工作 哦 爸爸自己来 哦 好欢迎你 收听周会 嗯 OK 那那今天是不是两部分就讨论完了 还有其他没有涉及到的吗 应该没的 呃 无需的 现在就是纯无需的 对对对 就涉及到 就今天交个发起的四个提案 然后大家 支持的都去投一下票 这个 就要cue一下 comment也行 对对对 大家去给一些反馈的建议 然后以及如果支持的话 就投一下票 然后今天没有来参与这个会的呃 成员也可以在在在下一次的会 cue一下他们投个票 OK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嗯 看看还有我 我还有四分钟 然后我抛一个 小问题 大家觉得哎呀 这个破坏课 社区怎么现在参加中会人这么少 就没几个 大家对这个怎么看 那才11个人 对 都是 除了jack以外 其他都是我们 还贵 人都去哪了 现在是 大家对这个怎么怎么看 他自己人有的人 人可能在飞机上 或什么的没关系吗 是吧 嗯 对 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放假了 嗯 可能之前有30个人是吗 不不 因为我感觉总人数也不多 本来就是个偶然事件吧 嗯 对今天来说 嗯 今天来说 对 就今天来说还是比较偶尔吗 然后大家好多人在飞机上 嗯 但这个 哪怕大家来了 也就是几个人吗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现象 这个是个现实吗 就是我们 co contributor 那也就这么几个人 这个大部分呢 都是会参与的 那我觉得 赵哥提这个问题有一点 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 嗯 就非co-contributor 他们怎么来参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吸引更多的 呃 像Jack这样的小伙伴 能吸引到他们来参与这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重要的 嗯 差不多是 我们应该之前说过 不不追求这个仓柜人数吧 是吧 对对 不追求 对对对 这不是追求 有那么少 我一定不追求一点点焦虑或者什么的 哎 我觉得是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如果跟他们没有什么关联 很多人来听听就不来了吗 因为跟我也没关系对吧 墙头草来不来 这就叫什么 是不是叫外部性不足 对啊 但但长期来看 长期来看我们的 呃就参会的人数 他会呈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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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的趋势才对 对点 我觉得还是要还是要多做外部性的工作 比如多发有意义的帮挺 嗯 多发有意义的帮助啊 对 就是这个帮助之外还有一个reputation 这一块对对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年会上也做了一个根据reputation追溯 大家有这个体会没 尤其是耀尔克说 这个排名一定非常重要 这0.01也得多为什么 因为这是声望呀 这不是钱 是实际上是大家根据自己的reputation 自己感觉的和别人感知的打成一个共识嘛 就reputation追溯和bounty这两个我们都要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找到真正同行的小伙伴的人 因为你先干了我才给你追溯的 哈哈哈哈是吧 bounty嘛是有点像那种短期的这种 你可以理解为发现人才或是市场机制交易的一个过程 但追溯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ok 我抛完了我也说完了 大家们 对 嗯 哦对有有一个事我我插一句啊 那个lauren在吗 la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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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在的 哎咱们那个community fund的周会改变 改成那个周六晚上十点了 哦好了我在日历上改一下对吧 对对对谢谢啊 ok 好嘞 对然后community fund的周会然后以太坊生态 呃项目 数理对就改成这个就行 嗯嗯好的 嗯 ok 那还有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讨论的吗 那那我就我就在那个再用一点时间来来说聊一下sbt这个啥 我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去使用sbt它是一件对于像普朗克这样的社区 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社区呢这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事啊 这个是身份的基础嘛也是去使用其他工具的差不多就是基础吧是吧 你要不然你snapshot那些都用不了 嗯所以就我我我其实都不想说太多我觉得大家大家有对于反对有有有反对使用sbt这个情况吗 就有有有有有这样的小伙伴吗 就我们不应该使用sbt来记录我们的贡献什么的有有这样的小伙伴吗可以说一说 还是讨论一下你直接让人家表态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啊 我说几个第一个啊就是sbt是去中心化组织的一个一个一个特别基础性的东西吧 它就像你取个名字甚至我觉得差不多这么底层的一个一个一个概念吧 知道在我看了啊 嗯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呃我们要使用我们是一个去中心化组织 我们是一个道是吧 那我们如何去去发现更好的治理方式 呃那呃呃如果不用sbt我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 当然nft是一种方式 但sbt也是nft嘛是吧sbt还是最最最现在来看哈是比较应该是最合理的一种可能性吧 呃呃呃以及对就像刚才说的是是通向所有的去中心化世界的基础吧也能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毕竟没有sbt之前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通向去中心化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吧 嗯所以我是那个呼吁大家都来支持我们开始使用sbt 包括特别是像在接下来的要用小组的方式如果说有更多的小组的方式产生呃呃呃呃呃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那你如何去记录呢 SBT肯定是一个 就哪怕它颗粒度 哪怕我们现在选的AutoSpace 它的颗粒度不够 那它也是在于 相比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理机制 都是往前慢了一大步的 所以我是觉得 SBT这个商业是要用起来的 那以后我们如果觉得 AutoSpace用的还不够爽 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有太多的需求 需要我们自己去改进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去选其他的 那目前来说AutoSpace作为一个选型 一个被选方案也是不错的 就包括backlist 包括那个carbin 大家都在用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是要呼吁一下大家 来支持一下这个事 因为上次年会里面说要投票 那要不要投票 我是觉得不用投票了 这事咱们就开始搞就行了 开打架了 你看用什么方式 首先我支持的 其次呢 如果需要成立项目组的话 是需要投的 如果只是一个尝试 或者一个工具的选型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 你可以开始捣捣出来 我们做一次实验吧 占用的设计虽然又不多 但如果好的效果的话 可能会成为一个共识 然后这么多样是吧 嗯嗯好的 这因为这个他也不需要成立工作组吧 他也很简单 那就是一些日常的任务啊 就是 以及就跟随着他 对他会他会跟那个 NFT的那个 股权机制啊 未来应该是会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是吧 那你会得到某一个NFT 总共会有建立起一种关系来 但是现在这个关系具体如何呢 现在还不太知道 就我们是要把 慢慢就有了 一聊就聊出来 对别着急 对对对 要不要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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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去聊 主力人的SBT 嗯那就是比如说嗯酷帅的是吧 那比如说 别的贡献者 那就嗯金光闪闪的 我不知道了是吧 就是他会像 reputation和你的这个建立一个关联 更显性一些 大家更有归属感 更有凝聚力 好 我不说的 嗯 啊我也 我也觉得SBT是一种很好的建立 外部性的一种一种方式吧 就是对外有个渠道除了内容层面的 然后SBT也是个让外人看到的一个方式啊 只是这个很容易浏览 嗯是的 啊以后我们就争取一个外省是吧 后边慢慢控制 哈哈哈说的腿太远了 可能摸不下来 嗯 嗯 嗯 好我我说完了啊 交给主持人 对我也建议这个要用起来 因为比如说像小微读书会这样的栏目 其实呃 如果就是比如说来参与的人 包括以各种不同角色参与的人 能有一个就是 SBT话可能会方便我们后续去进行这种生日回溯 就是哪些比如说跨社区来做分享 来主讲的人就是我们可以后续有一个就是回溯的依据吧 嗯嗯 控制很高啊 嗯可以 好看看其他的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那我们这个其实SBT就是如果给作为工具也是可以 呃就是推动 那那那那那那我我这样行不行 就是我们运营小组这块就先开始找合适的需要用的那个小组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们先呃运营起来 因为其实其实呢 大松已经把这个 呃 账号已经申请下来了 那但是还没有开始做设计 嗯 就设计包括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视觉 另外一部分是 显示应该有哪一个 SBT到什么时候是吧 这些东西的设计 那我们会找找简单的我们先做起来吧 我觉得其实搜wallet都可以有 就是就做设计的 对 也追溯性的也可以发一些 嗯 就有必要的都可以发 就这样 可以啊 你可以阐述一下 包括和当下我们在做的 过往是什么关系 计划怎么做吧 把这工具 我觉得 可以运用看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觉得好 那在推广 所有的都对对对 公共层了 是吧 嗯 是是是 如果大家都觉得挺好的 那我们就更快就更全面的推起来 啊 就这样的 是吧 好嘞 好 还有没有人对SBT想要发表意见的 现在只剩下10个人了 差不多 好 那我们今天周会就到这里吧 嗯 好的好的 好 辛苦 辛苦 好 辛苦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 吧